中國大陸這個軍事上 真的是後來有一些後發優勢 尤其是中國大陸這個動物 這個驚艷全世界 現在第10艘的10號艦 這個動物來了 那其實之前我們都知道有8艘 4艘給了北部戰區 4艘給了南部戰區 就東部戰區比較少 所以就被說第二批次了 這個前4艘的動物 這就會滿足東部戰區的需求 然後我們知道在1月28號的時候 這9號艦已經看得出來了 在江南照船廠 然後9號艦現在在進行西裝 11號艦在分段河樓 12號艦也開工 所以9、11、12 這4艘艦真的快要給東部戰區了 所以10號艦下來了 我想問一下賴老師 合理啊 你看原來的4艘戰艦給遼寧號 4艘戰艦給山東號 我們都知道 其實動物是大區 它是萬頓級的巡洋大區 一般來講的話 護衛艦需要兩艘 可是因為它的盾位大 然後它的這個垂直發射氣多 1、2 所以它本身的這個防空的區域拒指的能力是強大的 然後它的反艦跟防空的能力強的話 它對於這個航母的護衛 我們常常講的叫帶刀護衛 那這個帶刀護衛一艘就夠了 那它當然就減輕了負擔嘛 因為如果你原本盾位比較小的話 你就需要兩艘 那兩艘的話你的兵員的配置就比較多 可是我現在因為我的能力比較強 然後盾位比較大 而且機動性靈活性又大 它的速度又快 所以它本身一艘就夠了 那這樣的情形下 各位我們都知道就是333制 就是一般來講假設三艘 有一艘在維修保養 有一艘是在訓練 有一艘在執行任務 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還有一艘其實它是跟別的艦隊 進行聯合的編行 那麼在南海巡邏 所以一般來講 他們可以不斷的在這個輪替的 這樣的一個更換的過程中 所以當南部有四艘了以後 我們看到北部又有四艘 那中部呢 東部 東部戰區呢 那東部戰區 當然也就應該要有四艘了 那一旦有四艘 大家就知道說 原來造艦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航母 那航母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那它的造艦的速度 就開始要趕上了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來的 而且時間點都要抓得很準 這就要代表什麼 這就是科學 也就是說我已經非常有把握 我的造艦的速度 對 也就是因為 東部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的艦造的成熟度 是非常高的 那因為很成熟 所以它本身不斷的在優化 而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它知道它的生產進度 然後它會根據這個 福建艦的一個進度 然後它的生產進度 也就開始配合上來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 我們會看看說 哎呦 又是12艘了 對 所以福建艦不遠了 不遠了 所以都可以理解這些節奏 其實這個很科學 是 換言之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科學 這個領域的發展 其實 一向很精準 因為執行力特別強 對 執行力特別強 也是呢 中國可靠嘛 因為呢 美國你要叫它造一個建 不知道排到哪一年去了 光這個維修 可能它在船屋等了半年 一年 這還是短的了 有可能等了六年之類的 中國大陸速度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批次的動物 也是八艘 四到五年內會打造完畢 所以2028 所以我們不斷提醒 2027台灣真的很重要 真的要好好跟大陸談 那中國大陸會擁有 16艘的動物的 飛彈驅逐艦的規模 好 這動物 動物呢 就要提到了航母 因為航母福建艦也快出來了 上面可以看到 殲35 殲15敵跟空警600 這都是強強聯手 那剛才看到 就是三型的這個艦載機 通通都湊滿了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空警600 說這個結構跟什麼呢 跟美國的E2有點相似 但是因為中國大陸這個 後發優勢 有些的東西其實還比E2還要好 那我想問一下 賴小星怎麼看 這個是空警600的部分 還有殲15D 殲15D它也是有後發優勢 連壓美國的對標就是 這個EA18G的電戰機 那也可以在福建 遼寧山東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15D 那重點是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去狙擊美國的 像是宙斯盾還有F-35 它都沒問題 對 因為它是一種搭配 例如說空中預警機 在航母出來了以後 因為它現在是用電磁彈射 所以它的這種固定翼 而且大體積的 大重量的 大起飛重的 這個飛機也已經可以推出去了 所以當空警600可以推出去的時候 它的整個戰機 也就是艦載機的機群 他們的作戰半徑就拉大了 因為空警可以在空中 開始支援整個空軍的機隊在空中 就是我們講的艦載機的空軍機隊 在空中進行演訓的作戰任務 好 那各位想想 現在是多種戰機的搭配 例如說您剛剛提到的 有關於這個殲-15 那殲-15它也可以搭配殲-15D 也就是電戰機 電戰機可以先出去 掃除這些雷達電子戰的障礙 您剛剛談到的神盾艦 因為它會讓雷達在順時間 短時間內自盲 看不見你 看不見你了以後 然後當然我們都知道 這個殲-15它的攻擊面 就更加的安全了 所以電戰機有這個功能 然後這個殲-15 還有殲-35的隱形戰機 那麼新一代的隱形戰機 也就出動 那也就是說 它可以用各種類型的一種搭配 那這個當然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福建艦的這個作戰能力 當然就會比山東艦 遼寧艦更強大 這個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事情 對 所以中國大陸 你可以看到賴老師講了 為什麼空警600很重要呢 因為山東跟遼寧 之前是沒有辦法 上這個空警相關的預警機 但是它一上去之後呢 第一個它可以讓戰機 它的作戰半徑變長了 更別說那它的戰力也強了 所以它等於是戰力的倍增氣 很重要 跟我們講那個超級奶媽一樣 運油20一樣 它是距離可以讓它增強 那它是作戰半徑增強 然後也讓它的戰力加倍 就是它可以看得很遠 然後它可以把整個戰場的狀況 透過數據鏈傳輸給這個殲35 傳輸給殲15 殲15D 所以他們就可以更了解的 整個戰場的一個處境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揮平臺 對啊 那尤其我們說那個電站這一塊 為什麼也可以讓呢 美國的這個宙斯盾 神盾艦 也會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打擊 以及F-35 它是隱形機 但是殲15D它不是靠自己隱形 它是可以干擾F-35 所以也是可以把它打掉 就是電戰機 因為它會放出這個電子干擾器 放出電子干擾器 會使這個很多的戰機本身的雷達 或是它的控制系統 就受到電磁波的一個干擾 然後它本身會失去功能 然後還有就是對於宙斯盾本身 因為它的搜索這些飛行器 也都是靠這個雷達來搜索 那它的電站會使它失去 瞬間使它失去功能的時候 那這樣的情形就非常有利於作戰 對 所以電戰機為什麼呢 在這個現代作戰當中非常重要 這真的是缺一不可的 好 另外再來看到中國大陸 製造能力真的中國製造太強了 我知道賴老師即將跟我們 有一些告假 他要去哪裡呢 去這個即將世界非常矚目的地方 法國賴老師的老地盤 那重點是呢 去法國的時候要關注一下 因為奧運快來了 然後呢 重點是呢 這個義烏又賣爆了 今年一到二月 義烏對法國出口的金額 來到五點四億的人民幣 年增四十二 percent 然後呢 另外再來看到這個義烏 這個真的是每次你什麼耶誕節啦 現在奧運這些也都是賣爆了 你不像義烏買你現在哪裡買呢 真的 你要CP值高的東西 你到哪裡去買 真的 就中國 當然往義烏下訂單嘛 對法國人來講的話 他當然希望把奧運辦成功 成功有很多定義喔 那裡面有一個定義是 你絕對不能或缺的 也就是不要虧損 不要虧損那個周邊的東西很重要 所以你的周邊的產品 一定要賣得旺旺叫 對對對 那因此設計者 當然是法國的奧委會 還有他們的相關的廠商 但是問題是 他要找誰能夠把它做得出來 當然是中國 你不找義烏 你還能找哪個地方 把你做得出來呢 印度不行吧 越南更不行吧 而且不要忘了 代工廠的技術能力 是要很強大的 對 也就是說你能夠設計的 你只要能設計得出來 我就把你照得出來 不能我設計A你夠長歪了 對 所以 當然法國就像義烏下訂單 那當然 我們看到中歐班列 現在每天班班滿 對對對 現在天天加班 為什麼 因為要一直往法國運 為什麼 時間越來越緊張了 他們要開始複獲了 然後那些 紅海的又不能那個 這樣麻煩 對啊因為 七八月就來了 而且觀光客已經開始要湧進來了 而且他那些產品都要弄好 都要準備好 因為當時要開賣了 對法國人來講的話 這 等了多少年 一百年 才讓我再重新再辦一次奧運 然後我在奧運中 我當然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是 難怪可以看到最近 法國的外長來中國大陸訪問 當然我們這邊這個 王毅 還有包括李強廣說脫鉤鍛鍊不行 然後電動車這個事情 要特別關注一下 所以法國你也怎樣 你的經濟這些 真的也是靠中國大陸 不要有一些 想要脫鉤鍛鍊的想法 另外說到中國大陸 西方常唱出來什麼 中國崩潰論 中國見頂論 習主席最近跟美商的這些 戰略代表 談話 他說 中國大陸發展過去沒有 因為崩潰而崩潰 也沒有因為見頂論而見頂 歡迎美國企業 加大投資 中國大陸 還有共建一帶一路 然後你說中國大陸崩潰 崩在哪裡 三月份製造業的PMI 來到五十點八 非製造業PMI來到五十三 這都是擴張 因為超過五成了 然後另外我們說到 中國大陸製造 還有這個 全世界賣翻了 衝鋒一 衝鋒一在中國大陸也很紅 超過六成是來自 浙江省台州市 一個叫三門的小線 意思就是我小線程 我也可以做出 全中國十件有六件 都來自這了 而且不要忘了 從今年開始要推 新直生產力 對 新直生產力 也就是說所有的這些產品 它不能夠再採用 例如說高耗損的 或是高污染的 高耗能的 然後高人力的 現在要開始優化 所有的生產成本 優化所有的生產能力 因此要引進更多的 智能的生產 要引進更多的 這些改進 改良它的生產力 讓它能夠更有競爭力 所以我覺得在五花八門 各個行業 各個領域 全部都要注入 這個新直生產力的觀念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一個戰略決策 對 這個重要的戰略決策 也就是說 我們中國的生產以後 都要講求水平 要講求優質 而且要把它的經濟效率 發揮到最大 我覺得當各個部門 各個領域 各個企業 都開始推這個的時候 那它會產生 更強大的競爭力 那你想 在未來中國大陸的 各個鄉鎮 各個城市 它未來它的企業 都會成為一個非常 優質的一個企業 對 很重要 你看各個城市 慢慢發展起來 這個是貧富 要拉鋸 那個不要那麼大 所以那個小城 也可以創造出大的經濟 這就是新直生產力 很重要的概念 另外再來看到中國大陸製造 也提到了車的這一塊 當然第一個來看到 中國大陸小米車 現在真的賣得不錯 因為現在我剛剛看到 有一些退訂潮 但是小米車有一些 是碾魚效應 讓問界這些 說我們紛紛下調 調了到現在是22.98萬 這M7 為M7也不缺 但是它也下調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的車真的不錯 另外來看到的是 馬英九最近不是訪問中國大陸嗎 他去參觀了比亞迪 結果來看到國台辦主任 就特別跟他說 因為馬英九問他說 那比亞迪厲不厲害 競爭對手是誰 結果宋濤竟然說 很有自信 說這個技術 永遠別人都追不上 賴老師 中國大陸有這個自信 永遠追不上 然後呢 但是呢美國現在 這些有些車子 西方的車都對中國大陸暢衰 比如說我們知道 小米現在這個 混火紅 結果呢 來看到這凱迪拉克 他怎麼酸呢 把張圖放大一點 你會比較看得清楚了 他說對不起雷神 當然是嗆雷軍嘛 我們幫你把50萬以內 最好挺好的SUV也造出來了 是很美式的純電的豪華SUV 另外也說什麼呢 我們畢不像保時捷 也不像特斯拉 我們就是美美的做自己就好 加油吧 美國企業 就是你凱迪拉克很棒 那你先告訴我 你的電磁劑做不出來 做不出來啊 對不對 對啊 Tesla都不能自己做了 還有卡迪拉克 因為你知道 現在中國的電動車的概念 已經跟過去傳統的車子 概念不一樣 傳統的車子概念就是房車 對 我們叫房車 在台灣我們都習慣叫房車 它有點像一個小家庭一樣 一個小家 小房子 然後在裡面的人生活 工作 所以它裡面可以堆放各種東西 但是那它還是一個交通工具 可是中國的電動車是互聯網網車 對啊 所以它是把所有的這些互聯網 萬物互聯是融在這個車子裡面去了 所以在裡面的話 不管你是影視娛樂 然後你的工作 它都是透過這個電動車本身 來跟萬物互聯 這概念是完全都不一樣的 凱迪拉克你要先做到這一點 還做不到吧 我想所以你酸沒關係 但是其實你敢酸碧亞迪嗎 是啊 我想你不敢酸 那更大一個坎 因為這是小米 因為小米你看它從手機 然後到家電 然後現在已經跨到電動車 所以它的企業的領域規模 它是越來越大 對啊 那問題就在於凱迪拉克 就是凱迪拉克 對啊 你又沒有手機 你又沒有手機 你又沒有家電 而且你本身 也沒有辦法做到萬物互聯 這是蘇打的 還沒有辦法 搞不好你的那個影視板 都還要從外面購來的 對啊 小米說我自己都能做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 美國的酸葡萄心理可以理解 不過比亞迪講的一句話 那是因為馬英九這樣問 對 馬英九當然問說 那誰第一名啊 比亞迪 那第二名呢特斯拉 然後你們領先 能領先幾年啊 比亞迪的比較保守的就是說 三年了 雙濤說 他們永遠追不上 那是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說 中國的企業不會睡覺 中國的企業還是會繼續成長 對 還是會繼續優化 那這個叫做薪質生產力 對 也就是說我們會一直不斷的優化 我們會一直研究盯的 後面的人是哪一些 然後我們希望前面的 永遠看不到人 我們只能回頭看 可是我們回頭看的時候 我們不是去輕視藐視他 而是去了解他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繼續保持領先 我覺得如果中國的所有的企業 都是這種精神 都是企業家 都是這種意志 都是這種精神的話 那中國未來在整個世界 就可以真正的 帶領整個世界的風潮 這個是我們幾千年來 我們一直要努力做的事 中國的文化其實在過去 一直帶領整個世界的風潮 只是因為當時的交通運輸 大概就在東亞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東亞我們中國 一直都是帶領世界風潮的國家 對 帶領世界風潮 但是也沒有怎麼樣去侵略別人國家 而是大家想要學中國 所以跟美國這種不太一樣 我們的比較好 你們的比較不好 好像不太一樣 中國人不搞這一套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Drop COVID-19 5、這個羊絲 FW新華 支援 NHK C FW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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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W新華